大家好我是莊浩文 今天我们来到东大之街360次行 看一个哈尔滨一类的保护建筑 叫梅耶洛维奇 它右边这个建筑呢 跟东城铁路局局长的那个房子很像 这个梅耶洛维奇大楼呢 是由梅耶洛维奇出自建设的 可以看到它建造的风格很漂亮 是我们的新文艺复兴的这种建筑工具 它的翼龙呢原来是作为医院室的 后期最后一个宝殿 现在呢是我们哈尔滨市青城铁路 我们往前进进去 就是它的高速法 它的下面呢也是钻石结果 整体呢是钻石结果 这种建筑工具 我们在小央里面上的有几个问题 还有 我会用我多多的文章 看一下 哈尔滨犹太活动 是梅耶洛维奇大楼 里面写着它的建筑年代呢是1921年 设计师呢是尤比日丹诺夫 再换一下角度看一下 这栋楼的正面呢 曾经呢是走我们哈尔滨非常有特色的尤比列车 现在呢已经完全拆除了 这一点很可惜 但是大楼还在保存的非常好 可以看到这面的角度 我看是哈尔滨少年青年 青少年工 当时呢有轨电车就在这个正门前 一个弧形的弯道走过 海洛维奇大楼 Quite 便算了 Che dif 汇 感谢观看